我们在中国的国家里生活在很多年,我看了我为了解决人,去年杭州G20前,上海洋女婿阿福从上海来杭州,挑战无限金一日游成功。 眼看今年汉堡G20马上又要开了,这个快乐的德国小胖子给德国总理穆克尔写了一封信,想说从杭州到汉堡,无限金社会值得拷贝。 那么在上海住惯了的杨女婿,在上海的无限金一天,日常又是怎么过的呢? 好,我想买点豆腐给我老婆吃,好,那多少钱? 3.8块,好。 3.8块,好。 好,那多少钱? 谢谢你啊,拜拜 丈母娘吃,因为她们是上海人,所以她们特别喜欢吃甜的,对吧? 这个呢是制可发糖,它是水利熬出来。 我扫你 好 好,谢谢。 谢谢。 正水中边,虾兵蟹酱,祝蛇鲜。 可以。 这里是做什么的? 产西洋景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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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干嘛? 这是中国的娱乐项目。 好的。 好,OK。 来啦,那产西洋的小玩这什么地方? 在德国我现在银行工作,有很多很多人他们要排队,在这里存款啊,区间啊什么的,在中国完全没有必要,因为在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手机,通过支付宝解决,无论我去买点水。 上海洋女婿阿福已经习惯了中国的无限金生活,那么其他来中国的外国人呢?一个小调查,问问看。 你知道现在在中国,如果你想去买购买,你可以用手机的手机都可以赚钱。 你知道在中国,你不必须去买购买购买购买? 你认为什么? 我认为手机的手机都很好。 我认为手机的手机都很好。 就是要支付宝吗?可以寄快递啊,然后就好多东西,然后叫外卖啊。 你结婚了吗? 没有啊。 你也可以用支付宝结婚,你知道吗? 哦,真的吗? 真的! 在一切更加更加更加的一切 我和我一切招待 我和我一切招待 友好朋友 Thomas Berksen Afu